高雄市长韩规日前爆出云林农舍违建事件 不过今年4月份宜兰市农业区出现更高价的一元及透天错的实价记录 为什么建商要砸1.07亿元买下不到50平的农舍 买农地来盖农舍中央法规是怎么样规定的 买农地或农舍来结税划算吗 可能误出什么陷阱呢 理财PP连线访问住商不动产线是徐嘉欣经理 嘉欣你好 嗨 主持人好 各位听话大家好 嘉欣 宜兰为什么会出现一元及农舍建商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 其实你的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那天我们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 其实我也还蛮意外的 那宜兰过去从十佳深入到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这不止一笔啦 过去还有蛮就是大概几笔的各位树的这个一元级的这个农舍 那当然它大概会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来说的话 就是说确实可能宜兰其实有很多的地方 你可能想象不到就是它的一个农地的价格相当的高 如果说它是比如说像在运动公园附近啦 那这种可能是大家外地人比较会买的区块 那它的一个单价可以到一瓶十万块钱以上 所以其实因为农地你如果要去做一个独立的一个新建农舍的开发的话 你会有一个基本的面积在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 土地的成本已经占了它整的一个总价的一个大部分 那再加上如果说它上面的一个建物 它的一个新建的成本比较高的话 那就会造成这种所谓的一个天价的一个状况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屋主 它会按照周边那个价格去做比较 那它也不愿意便宜卖 那当然另外还有状况就是说 它虽然登地上面是农地 比如说我们在施加登陆上面看起来是农地 但其实它是可以去做建地使用的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个案来说的话 其实它成交的价格虽然看似农地 但其实是一个建地的一个行情 所以它是想要把农地改变成建地对不对 其实我们如果说用我们外地人的说法 其实它就是叫做什么农变建的这个逻辑 但是因为其实像这个事情来说的话 我也有请教过我们的店长 那我过去是有听过有一些区域 可以接受所谓农地变成建地 比如说像澎湖 澎湖过去来说的话 因为它整体开发的关系 那它在地方政府上面有一些区块 可以去做所谓农地变成建地 那现在来说的话 如果你知道一些区块 它可能它想要农地变成建地 其实有一点难度 我一个来说的话 就是说它当然它会有一些先天的条件 比如说它是在这个都市计划区里面 它这个土地 如果说它是本来登记为田地 或者是旱地 那农业主管机关 它如果同意你做非农业使用的话 那你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去做 去做一些所谓的一个变更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它本身也不需要去符合一些条件 比如说它的一个什么道路跟这个 就是说它这种被包围这一块的一个农地 它这个可变更面积其实没有很大 大概在363平以下 那另外来说的话 它会有一些所谓的像是其他的需求 比如说它上面如果说你有一些捐 有一些土地面积相比较大的话 那因为它会因为公平性的考量 它会要求要代金 或者是说你要求要捐地 那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 就是虽然农地变建地 它的一个金额增加了 那但是你也等于说是有一个 所谓回馈金的一个方式 来去做一个弥补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有些人它的农地 想要去做一些比较特殊的使用 比如说幼稚园啦 安养院啦 或者是寺庙 或纳古塔 那这种状态的话 就需要去专案去做统一 但是以过去跟现在的一个状况来相比的话 因为农地变成建地 它的一个真实的空间是相对比较大的 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大家一起变 你去做一个独立申请的话 老实说有一点困难 是也没那么简单 你刚刚提到宜兰农地一瓶十万块 听起来不太便宜 大家通常是买农地来盖农舍 还是直接买农舍呢 其实要看个人的需求 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些客户 他们如果说在购买农舍 或者是农地这种所谓第二屋的规划来说的话 如果说他的一个时间比较没有压力的 他可能会思考买农地来盖农舍 因为你农地的一个新建农舍的话 你可能会有一个两年的一个农用的一个要求 那他们会觉得说 那我想要规划成我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那他就会去直接买块农地来盖农舍 那当然另外有一些人的话 他会觉得说可能买现成的比较理想 所以他就会去直接去购买农舍 那所以当然价格的部分来说的话 理论上面如果说是上面有建物的 你当然进价的时候会比较贵一些 那但是如果说你是要直接去做农地 之后来去做新建的话 因为你还要再加上一些建筑成本 跟一些所谓土地开发的一个费用 所以其实两相相较之下的话 其实有时候买农地自己盖 也不一定会比较便宜了 是 那如果说要买农地来盖农舍的话 中央法规是怎么定定的 其实以中央法规来说的话 大概会有几个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就是如果说是你现在的新农 就是2000年1月28号农发条例通过之后 他现在有规定 就是你的农地大概要 你的农地要超过756平 那你的这个地主 你要持有两年以上 那你的这个农舍的一个取得使用 制造药五年以上才能够有所 才能够移转所有权 所以其实以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来说的话 大概目前我们听到坊间 如果说是一般的市区内的民众 想要去区域里面找的话 你大概会秉持几个大原则 第一个就是说他面积不能太小 你至少要有0025公顷 就是我们刚刚讲756平 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你可能在挑选的时候的话 你大概就要有心理准备 你至少要 如果你要盖农舍 那你至少要养两年以上 那当然另外来说 他如果周边牵涉到 有一些什么山坡地啦 水源保护区啦 这个部分你可能要注意 因为其实有时候很容易 就会因为这些部分 你会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开发 是 你刚刚有提到 这个农地要盖农舍 要养两年以上 那上面要种植一些植物吗 有一些叫做农作物 因为像之前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们后 他后来是在 就是伊兰这边买了一块农地 然后他就是新建了 要新建农舍之前 他有去做一个 所谓的农作物上面的 他就是种了一些水果树 那这个部分的话 在有就是说 你等于两年之后 你再请地方的政府 来去做一个查核 那如果说同意的话的话 那他可以来去做一个新建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可能有些人会问说 农舍大概分成哪几种啦 那第一种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是你要756坪以上 那你才能够去做这个 设计两年之后 你才能够新建农舍 那第二种状况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状况 现在比较少 叫做老农 如果说去买农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2000年是一个 农发条例的分水林嘛 那你2000年之前的话 有些人年纪比较 就是他可能在2000年之前 他就是一个农夫了 那那时候政府 为了要优惠他们 所以其实这些 所谓取得老农的 这个资格的人呢 他其实是不受面积 不受时间移转的一个限制 所以有些人会去市场上面 找这种 所以我们这样 叫做老农配件的个案 来去做这种购置 只是说老农配件 它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因为老农 通常年纪都比较大了 所以有时候万一 我们之前也有遇过 就是万一 跟老农买了这个农地 结果后来老农 就不幸往生了 那结果因为 此生对于继承权 这个部分有争议 他就没有办法顺利过户 所以如果你买老农配件的案子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然另外有一种状况是 现在可能市场上面还有 但是政府已经不再鼓励 就是大家去做 叫做集村农舍 那集村农舍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你20个农民以上 一起去申请 我今天就把这一块地 那我来去做一个新建 就像是一个所谓的 别墅社区小农庄 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话 目前我知道有很多地方政府 其实不大能够让民众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申请 所以其实如果说是买这种 集村农舍的话 可能大概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因为集村农舍有时候是 所有的人共同持有一块土地 所以你未来在移转的时候 会比较麻烦一些 是有时候到外地玩 看到满意的农地或农舍 就买下来了 可是这种情况 是不是可能误出什么陷阱呢 这个真的很厉害 因为之前 我其实在农地农舍 因为我们公司在中南部 有很多店头 那有时候我们有些朋友 他去附近 看农地之后 就因为很便宜 他们就下定了 那比如说他们最常 会遇到的就是 可能说是买农地送小木屋 还不错啊 对那这种 那个小木屋 其实他们有的料子都很好 就是什么块木的 或者什么 因为城市人看就很吸引 那但是后来我们有几个朋友 第一个是说买到像我们刚刚前面在聊的那种集村农舍 那他就变成是说 我今天买了之后 结果我要大家同意我才能够去出售我的农舍 那这个部分的话 他可能未来压力就会比较大 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他是买农地 那他要去做新建 结果后来因为他也不熟悉当地法规 所以买了之后 他买到类似水源保护区的一个区块 所以其实在乙传上面就有一些问题 那当然另外来说的话 有一些地方政府 因为他们会有一些 针对个案区域的一些限制 比如说宜兰 宜兰的话 他在农地的部分是有排水的一个限制 所以有一些外地的人的话 他如果不熟悉 他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我们大概都会建议一些 就是可能要购买农地农舍的朋友 大家可能要注意几件事 就是说第一个是你绝对不要一股脑而一片热情 就觉得我可能 就投下去了 就投下去了 因为你投下去之后 你可能后续面对到的一个遗转的问题 或者维护的问题其实比较大的 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 就是说我们会建议 如果你真的要买 你在地多问几家房中业者 或者是说问一些比如建筑师 因为有些建筑师他们很熟悉这种 所谓的农舍的新建 那你可以问一下那个法规 跟一些所谓相关的一些所谓排水的规定 那甚至因为有一些土地 它也许在开发的一个部分上面来说 算是相当原始 你还要再去做所谓的重新开发整地这样的工作 那个费用会超乎我们都市人的一个想象 对很麻烦 而且费用很高 对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农地 它其实贷款这个事情 很多的银行不给贷 所以多数的农地其实在贷款 还是要透过农会 那我们会提醒就是说 如果你有去买农地的这个规划跟打算的话 你可能我们刚刚前面讲法规的部分 你稍微了解 银行贷款的这一块 虽然农地的总金 不会太败 不会像都市的房子有那么贵 除非像我们刚刚讲的宜兰那个 之外 那你可能就要去稍微评估一下 在地的农会能够带你多少钱 你的条件能够 带是几成呢 通常是几成呢 这个部分要看个案的状况 那当然如果说是有一些个案条件好的话 那当然可能可以带到五六成以上 但是如果说个案条件差的话 那可能带的层数也会有一些影响 那这个我们会来去做一些提醒 所以我也知道有些人他是买农地农舍来结税 可是后来没有达到效果 为什么呢 其实通常农地的话 因为它有几个好处 就是农地它不用那个就是赠税 然后它另外来说土地生质税 你一转没有土地生质税 那这前提是都是农用 然后还有就是所谓的遗产税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比较常听过的一种状况是说 有一种因为农地它的一个本身的一个 评估的价值非常低 所以有一些长辈 他会在就是可能自己快要往生之前 他会去做一些财产规划 然后他会用现金去买一些距离 跟市价落差非常大的一些标的 那农地是一种 那所以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他不知道就是说 我这个农地啊 就是我要 我如果说子女继承农地 我要维持农用满五年 我才可以不用缴遗产税 所以有些人可能三年就 就可能盖残雕卖掉什么什么一类的 那他这个部分他就会被去追讨遗产税 那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同样 他会用赠予的一个方式给小朋友 那赠予的一个方式给小朋友的话 他也是可能会发生的 因为小朋友可能不是很清楚 所以他也是去做这种所谓五年 五年内移转 那五年内移转的话 那他就会去被追讨这种赠予税的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思考要用农地去做这种移转的话 我觉得可能在做我们刚刚提到的 你会牵涉到三个税赋 正税 一旦税 土地正税 这个部分你要先去做计算 会比较清楚 嘉欣你自己会考虑买农舍吗 最后四十秒 其实不大会 因为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是我不知道开车 第二个原因来说的话 是我觉得他法规跟限制 还有移转性来说 都会有他的一个局限性 所以如果以资金的考量来说的话 可能会去做其他的运用会比较理想 那我们也会这样提醒听众朋友 好 今天非常感谢 助商不动产器人士徐嘉欣经理 我们所提供分析 谢谢嘉欣 谢谢 拜拜